中国东西 从价值观上来看 在全世界 没有人能想比 都是人生的 精华 舍不尽了 越舍 越感觉到它好 真正是教你 乘胜乘行 要爱惜 要认真 休息 把它传下去 无量功德 诸词不假 虽然分这么多支派 更是一个 孝提忠心 敌意廉持 仍爱和平 每一家都认真 学习 所以自自然然团结 学佛能团结 学习大宗教也能团结 问题是你不愿意去学 佛华的修学 要开悟 才算是你 学到 没有开悟 你什么都学不到 为什么不能开悟 广想太多 广念太多 随心 是妄心 能够把这些妄心放下 都丢掉了 真心心情 真心里都没有咋念 就会有看悟 这真心难的 都是妄心 妄心把物门 统统遮盖了 功效都射掉了 所以老是叫我放下 不管是善我 统统放下 把真心找出来 真心就容易开悟 除障很难 妄想杂念 障碍 恢复清净心 就会开悟 只为大家想 为佛菩萨想 帮助佛菩萨教化众生 心就容易定下来 一旦到自私自利 不行 这个很重要 老是教人 很简单 几个字 幸福很难 幸福的人 没有不成佛的 不成佛的人 不幸福 念佛还忽视乱象 还有夹杂杂的 如何把这夹杂东西 丢掉 那叫功夫 会有成就 祝福音乐 祝福音乐 伤宝似宠阿 夏季散途苦 若有些温柔 洗发菩提心 亲自已报上 共生极乐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